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 其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中极有很深入的合作 又有着相当激烈的竞争与国益 甚至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不断地通过 各种形式与模式的竞争而较量着 在近来的几十年中 中美在经济、军事等层面的较量与竞争 几乎从没有停歇过 只不过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与模式不同罢了 尤其在近几年来 随着我们中国的不断崛起与强大 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伟大复兴 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与竞争更是愈加激烈 美国作为一个很长时间以来世界秩序的主导者 在我们中国的不断崛起与强大的进程下 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其生怕中国的崛起与强大 侵犯了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利益 生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 抢了美国世界霸主的风头 去年2018年的8月16日 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18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 然而时隔不到半年 就在刚刚的2019年1月15日 居然有发布了一份中国军力报告 据报道 1月15日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 发布了一份中国军力报告 长达140页的报告 除了对中国军力的详细解读之外 还着重关注了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企图 担忧随着北京军力壮大 可能会增大其武力收复台湾而带来的风险 在这美国国防部发表的长达140页的 中国军力报告中 其中比较显眼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现在必须防备 活跃在全球各地的中国军事力量 显然 我们且不论美国如此宣扬中国军事实力 到底又想依靠舆论传递怎样的信号 单单站在作为维持东亚地区 和平安定重要武装力量的解放军视角来看 美国人说的其实也并没有错 在维护和平的最终努力无效后 中国有自信在任何武装力量的挑衅下 赢得最终的胜利 这不是狂言 而是事实 在中国军事现代化三十余年来 在中国军事改革已破成效的当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种铁拳实力 外代信仰加成的军队武装 对于一切胆敢破坏世界和平大局的人而言 不能不说是一种噩梦 我们骨头够硬 自2011年歼20首飞以来 中国折服卧星20年的现代军事科技 便进入了方烧井喷模式 大型军用运输机 常规动力航母 舰载电磁炮 超高升速武器 陆基中断反导系统 毫不夸张地讲 今日中国军队支铁拳实力 世界无人敢于轻视 我们 灵魂构纯 就在我们硬实力突飞往进的时刻 中国军队依旧没有忘却创始初心 政治上 我们牢记为人民服务 忠于祖国和忠于人民 生活上 我们不忘艰苦苦素 三大纪律八项主义是操行基本 军事上 我们仅尊能打仗 打上仗的信念 战略上藐视 战术上重视 今天的人民解放军 虽然枪换了 一换了 人变了 但是那颗星 还是三挖改编时的那颗红星 那女魂还是家国破碎时 那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七生的中魂 我们跟机构稳 每一年只要祖国需要 就一定有奔走涌动的迷彩帽 迷宁的河堤堂踩满了他们的脚印 屋檐下的空地上 躺满了蜷缩疲倦的身躯 当然还有成功救灾撤离后 那大红杭拉的条幅和不舍哭泣的落泪 亿万儿郎亿万兵 每一年他们都在建行者从人民中来 到人民中去的政治誓言 在世界最后人民优戴武装的排行榜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高居榜首 未曾下滑 什么是中国军队的最大靠山 航母 战机 还是格弹 不 是十四亿中国人民 所以 中国人民解放军凭什么没有自信 所以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什么理由不打上仗